这节呢画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壶啊 之前呢画过一个它是偏这个方的 然后这节呢画一个圆的 画一个圆的这个壶 先是比例比例构图这些概念 尽量高一些 然后底下呢还有一个衬布 这是这个部分 身体呢它是一个这种偏圆的 一个球状的一个体感 很明显了 球状的一个体感 这个底部的宽度呢 要去控制好 那这个弯度往上走 这边呢这个火嘴 这个底下呢就不画这个 呃不画它是衬布了 它空间比较小 只去把它的弧表现一下就可以 小丝那种 这个 超线的 把这个转过去 转过去 作为这个特点 特点 这圆的呢 还是要画圆一些 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的比例关系 然后下面这个弯度 比较弯的弯度 比这个上面的弯度 更要大 非常圆的 一个球体的特征 那这是这个底部 底部特征 然后这个左侧 它的高度呢 我们看比这个盖还高 这个点 可以收一收 然后右边的这个 结构 好 好 这个是弯的往下走 右往下走的时候右侧面越来越窄 因为这个是一个侧过去的面朝右侧过去的面 它本身也比较窄 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是这个形 然后这个右侧 这是一个基本形 基本形有了之后 这个上面 三角形的特点 像莲花台一样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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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这个弧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该圆的圆起来 然后这个部分它有个厚度 好 该圆起来 好 该圆起来 好 该圆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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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出于这个地方的结构 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结构 非常明显的 然后 然后注意这个顶部 顶部它的形 然后把它 按的部分 这是行李找出来 那它这个这个形呢 既是这个重色的形 也是这个交界线的形 这个里头 好 这个底下呢 它是布子挡住了 但是我们不画布子了 把它这个符呢 全部给它画出来 它是布子挡住了 这个是一个塑料 它整体都是重感 整体的跟上 然后到了这片呢 它是 不是我刚刚看完它没有明确的这种 焦距线啊 因为它都是一些色块 都是一些明确的色块 就是说哪些地方撞 把它的基本的大色块的特征 它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地方撞到 这个呢 就是要靠这里 回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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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呢 能放上一点点这些 布子的呢 给它放上一点 装上一点布子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形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 也可以给它加上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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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是这个画面里头唯一就是一块比较重的 好 因为它的质感呢它是塑料 不是不锈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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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括这这边是银水上y 包括这个上面呢也是暗的 好 这isi一个鸡型啊 才会给我稍弃的处理干净 开始铺色 铺色的时候用两支笔 一个是4B 就相对软一些的 一个是HB 相对硬一些 然后把它形体的这种区别往开拉 比如说最重的地方 这个要精致一些 铺色其实在上面 在这个形的基础上 也是在去拉开它的关系 也是拉开它的关系 这个呢是它的暗部 这个是投影 这个铺上呢 它就非常的结实 然后注意它里边的这个小的变化 虽然说这个时候 还不是速到阶段 但是铺色阶段呢 也要讲究它这个关系 比如说像这个里头 分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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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这是这个部分 它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地方 然后下来呢 谢谢观看 这个地方还比较深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这个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个数量它是相对比较深的 然后包括这一点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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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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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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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